音樂 大家好我是Janice 是國泰航空波音747貨運機隊的擬父機師 當初想做飛機師 希望有一天可以飛到747這一輛 那麼有代表性的飛機 可能你們以前都搭過747的客機 对它都有一定的了解 但作为一架货机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No-Store可以向上揭开 方便装设一些比较大件比较长的货物 MingDeck的地板是装了滚轮系统 方便装设货物 在安排摆放货物前要做详细的计划 根据不同货物的重量、尺寸和形状 合理安排位置 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和尽可能装到更多货 我们会运送各种货物 除了生果和名贵跑车 我们还会运送动物 例如红猫和长颈鹿 有些货物对温度有特别的要求 例如医疗样本 机师就要预先调校好温度 可以由4度调到29度 看完摆货的地方 我们再上去Upper Deck 看看passenger cabin和驾驶仓 我们这里有6个乘客的座位 因为有些货物需要有专人跟机 例如如果我们运马的话 就会有致氧员跟买 飞机平时飞机的时候 我们很少下去楼下的 除非有什么异常情况要下去检查的话 都要携带一个 富有面罩的氧气瓶下去 以防万一 我们的安全设备 是放在这里和这里 例如我们有survival pack 和一个逃生滑梯 在紧急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个逃生滑梯离开 因为我们没有cabin crew的关系 所以747的机师 安全训练的时候 会学习如何急救 救火 和疏散乘客 我们的货机机师 是会自己做热点食物和饮品的 这里有咖啡机和焗炉 我有时都会听同事说 怎样才可以煮食 可以煮得更好吃 我听过一个14分钟的dry heat 就可以做到medium red的牛扒了 飞机上面会有不同的飞机餐 不同的机师要吃不同的食物 去避免一起食物中毒的危机 欢迎来到我们平时休息的地方 比客机的cru bunk 我们楼底高一点 空间也大一点 机师就会在这里轮流休息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飞货机的生活 没有客机那么多姿多彩 因为我们整架机也只有货物 有很多凌晨机 但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我们飞货机有时去到的目的地 都会遇到其他的同事 例如飞阿拉斯加 我有些同事在那里是有车的 那我们就可以约在一起 去滑雪、行山、钓鱼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有负责任地 留在酒店旁边的 跟客机的駕駛仓不同 我们的駕駛仓是没有门的 这里有个紧急逃生出口 可以打开之后爬出去 平时我们飞机师就会坐在这里 这个行业虽然是少些女的机师 但其实男和女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和能力去做到一个出色的机长 货机会飞一些客机不会飞去的地方 例如我们其中一条主要的航线是飞墨西哥 它的机场的海拔有七千多尺 而且地形比较复杂 可以说是我们国泰的线路里面 难度最高的机场之一 不过在飞这些目的地之前 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训练 而且平时每三个月都会有一次 模仪驾驶舱训练 确保我们可以应付到 飞行时可能面对的复杂环境和情况 而疫情期间我们航空放运的工作 比平时更加要彰显我们的can do spirit 因为这段时期世界各地都很需要医疗物资 所以飞得比以前更加多 我记得有班机 我负责做walkaround inspection 当我见到整个cargo deck都放满了口罩 医疗物资和防护装备 那一刻都有点感动 前线的医护人员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有机会将重要的物资 即时送到他们手上 令我觉得自己这份工都更加有意义 作为747的机师 我希望可以继续紧守岗位 保持积极的心态 发挥我们的专业 带来更加出色的服务